9月10日,崔东树在汽车市场研讨会上做了报告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目前中国各类汽车的销量额总体上是处于减少叙事 从6月份一直持续到今天,这可是极少现的现象 而今年前8个月的乘用车销量额虽然有增加 但增速仅仅为1.3%,情况不太理想 汽车产业一直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所以如果汽车产业陷入低迷状态,国家往往会伸手扶一把 像2015年国家就推行了一些政策,比如购置税优惠增持等 这才使后来的汽车销量得到提升 因此,很多人认为今年国家依旧对汽车产业扶持一把 不过事实果真是这样吗? 我们分析一番便知小答案了 根据报告的数据来看 今年8月份,中国狭义乘用车销量下降5.2% 国内乘用车销量额下降了7.4%,情况非常让人堪忧 尤其是我国的自主品牌,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降幅竟然达到了12% 尽管开学季以及车展活动拉动了一些汽车的销量 但是整体上汽车产业还是处于一个危机状态 那么国家会不会出手相救呢? 事实上,导致如今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去年购置税退出,现行措施等 这些都或多或少地给汽车产业带来的影响 8月,在销量前时的狭义乘用车厂商中 我国的自主品牌就只剩下几例了 前不久,长城汽车还降价销售了哈佛这个曾经的销量之王品牌 希望能够起死回生 一场车市战争,无声无息就打响了 不过,由于今年楼市给力等其他因素 我国经济还处于良好状态 接下来的时间 汽车产业对经济贡献的压力将有所减小 不过,日后的情况又将如何 国家是否会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静静地期待吧 感谢观看